颜明熙最近迎来了18岁生日,近500位歌迷特意和她一起到酒店庆生,生日会场面非常的热闹。 但是部分港媒却于9号突然报道称,有参加生日会的粉丝对当天的伙食强烈不满,认为偶像为了牟利压榨自己人。 根据AM730和新Monday的报道,这位粉丝花费了450港元餐会,结果去了后发现伙食极其的寒酸, 只有三个热菜,还每人每样只能夹一粒,根本吃不饱。 于是她回来便在网上发帖,附上了菜单照片,痛斥严明熙,贪得无厌,借机敛财。 胆子真大,去西贡W酒店交了四五百块钱,只有三样热菜,还每样只给一粒,真是佛都有火。 每个平均收450元都收了75万了,却让我们吃这种垃圾食物,正常一个孩子只给吃三粒食物怎么吃的饱啊? 铁文中如此写道,下文铁文部分内容截图,这位粉丝还在留言区评论表示, 自己如今已经脱粉,不再将闫明熙视为偶像,之所以发帖曝光, 也是想把她贪婪的真面目公诸于世,避免更多人受到迷惑入坑。 而对于她的这番言论,其他参与的粉丝感到愤怒,他们表示能和偶像一起过身, 现场欣赏歌唱,还待了那么长的时间,待遇已经很好了,吃的什么并不重要。 不过,新Monday报道评论区下的某台,某团的粉丝又借机冷嘲热讽了一波。 事实上,燕明熙今次的生日会开支颇为可观, 像是酒店厂订租赁,现场装饰布置,金牌司仪,抽奖奖品, 纪念T恤等等都花了不少,几乎不可能从中谋利, 伙食不尽如意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另外,如果燕明熙这都叫敛财的话,那某团为了庆祝官方歌迷成立一周年的活动, 就和抢劫没有什么区别了。 歌迷会粉丝本就交了400多元的会费,现在又要加480元, 且整个活动只有一个小时,不提供餐饮等其他服务,这又算什么呢? 说到底,还是双标。 在香港娱乐圈,部分群体不待见TVB艺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, 而燕明熙作为新星更是被当成靶子攻击, 今次趁着18岁生日搞事也不稀奇。